还没到用餐时间 人潮络绎不绝 有的人吃饭前先牌照打卡 也有人专程从嘉义部带来台南 只为了吃上一口火烧虾仁饭 像我们那边有虾子嘛 像我们那边都白虾 吃起来就比较脆 这变成火烧虾比较多 这往后没有压口都出得动 古早迷的火烧虾仁饭 店家都是遵循阿族流传 下来的传统制成 火烧虾先去壳清除肠泥 力道得拿捏刚刚好 太大力容易破坏虾子完整度 最主要是要留这个尾巴 然后这个肠泥再拉的时候 要把它拉干净拉出来 不然有时候肠泥会断在虾子里面 这虾子可不是煮熟了 才变得红彤彤 会取迷火烧虾 其来有自 它的颜色就是这样子红红的 一般虾子可能要煮熟才会变红嘛 但是它还没煮之前 它就是红红的了 那红红的那很多的时候 看起来就像 就像一团火一样 所以人家就叫它火烧虾 接着另一头 要准备虾仁饭必备的高汤 柴鱼片如雪花般落入热锅内 炖煮一小时 葱香掺杂着海鲜味弥漫厨房 再用柴鱼汤头炖煮白饭 精华被米饭吸收 一大锅就能煮30碗饭 煮好的炖饭铺上虾仁 这碗火烧虾仁饭 米饭软烂好入口 深受不少长辈小孩喜爱 火烧虾扎实又藏有大海鲜味 古早口味一卖就是近百年 内行的人还会配上一颗半熟鸭蛋 蛋黄缓缓流进米饭中 鸭蛋香气让整体味道变得更丰富 我那时候刚接手的时候有一个阿伯 那他都会趁着我们比较离风的时段过来 那过来他都会叫我帮他煎两颗鸭蛋给他吃 然后煎着煎着 我后来就觉得那既然有人想要 那我就试试看 不过会有鸭蛋 其实是因为这家店原本有卖鸭蛋汤 用柴鱼高汤煮蛋花 吃完虾仁 喝上一碗 暖心又满胃 老些年我们还有一个配合的厂商是因为 他会把我们剝下来的虾壳 送过去喂他们的鸭子 然后他们鸭子生的蛋 就会送过来给我们做鸭蛋汤 第四代接班人宋展维原本跟太太夜信金 没打算接家业 但因为宋展维岳父奏事 加上阿公突然离开 让这家店一度经营不下去 我老婆就觉得说 如果现在爸爸在的话 应该是会他接受 那我老婆就觉得说 他是不是应该帮他爸爸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他就问我说 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店 你觉得怎么样 扛下重担就怕毁了招牌 宋展维小心翼翼经营 不过因为是老店 客人以长辈居多 如何让客举年轻化 是夫妻俩一大挑战 老人家哑口比较不好 所以他们都觉得这个 嗜口心很好 对 那可是我会觉得说 那这些年纪大的 那我总得要找一些年纪轻的客群吧 所以说我增加小菜以外 增加曝光度以外 然后对那些阿公阿嬷 会带来的小朋友 我们也特别的关注 宋展维开发精致小菜 挺一成不变的料理 增加新鲜度 加上运用网路行销 年轻客比例大幅提升 还经常坐无虚席 第四代的用性传承 让这块金字招牌 历久内心 意义升回